大家好,我是牛排 我最近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發現我身邊的朋友 他每天講的話 好像都一樣 早餐吃什麼 中餐吃什麼 晚餐吃什麼 宵夜吃什麼 等等吃什麼 你在吃什麼 我朋友胡椒 他就是肉人 有一天早上 我想跟他討論影片 所以我就問他 你覺得我這個腳本怎麼樣 然後我就把腳本給他看 他看了一下就跟我說 先別說這個 我有件更重要的事情 要早點討論 我早餐應該吃什麼 我說 培根蛋土司加起司 鮪魚起司蛋餅 隨便啦 你先幫我看一些腳本 他說 OKOK 先別急好嗎 我早餐決定要去吃蛋餅 那你覺得我的午餐呢 午餐我想去吃個拉麵 昨天吃過了 吃壽司好了 這時候我已經有點煩了 我就跟他講 你可不可以先幫我看一下腳本 這有點急 好 我等等看 我等等看 現在午餐決定好了 那晚餐你覺得我要吃什麼 幹 你可不可以不要整天都想著吃 這時候他就慌張了 別激動 別激動 我先看腳本 我先看腳本 他就開始看 看到一半就跟我講 你這個腳本不錯 我覺得 今天小椅吃鹹水機好了 今天小椅吃鹹水機好了 靠我怎麼跟一隻豬大朋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可以透過FB YouTube IG來追蹤我喔 好了別再想了 快去按讚訂閱加追蹤 好 造型 到今天